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阿聰 現在的醫療用品大多數都是積氣不能重複使用 如果不是,會極易造成交叉感染或者二次感染 甚至造成不可預知的嚴重後果 不過在內地,有些人就挺而走險 將積氣的醫療用品重複使用,被判處監禁 有輿論認為,當局應該加強對積氣醫療用品的監管 廣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近日對一宗涉及重複使用積氣手術用品的案件 進行二審宣判 兩名醫生涉嫌觸犯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 分別被判有期徒刑兩年零十個月和一年零八個月 人民網評論文章指,積氣貴價醫療用品 如果被重複使用,可以讓違規的操作者 獲得巨大的非法利益 例如在這宗案件中,積氣冷凍消融針 一支的價格為9,000多元人民幣 重複使用一次,意味著要多收9,000多元人民幣 涉案的兩名醫生使用不到50支 卻為212個人做了手術 一共收取603支的費用近600萬元人民幣 少少的消融針,非法獲利卻如此之大 除了逃利,他方便亦是失手積氣底線的重要原因 在2017年,浙江一間醫院的醫務人員 在操作中重複使用積氣吸管造成交叉感染 導致部分治療者感染愛之病病毒 這一宗重大的醫療事故 一度引發社會對積氣用品重複使用的現象廣泛關注 用品一次變多次,監管起來十分困難 手術關門進行,不要說外部監督人員 就算與手術無關的醫務人員都不能隨意靠近手術台 在這樣的背景下,醫生一個小動作便可完成調包 將使用過的舊用品,代替新用品,非法獲利巨大 監管又存在盲區 兩方面結合起來足以令一些人挺而走險 文章認為,讓每個醫用用品都具有單獨的電子監管碼 對用品的流向進行跟蹤,並形成大數據 建立用品信息化追溯體系,然後統一納入到醫保部門的監管範圍 如果引入電子監管碼,不單止積氣用品反覆使用很容易敗路 而且虛假發票等行為亦沒有操作空間 健全的醫院管理,將積氣用品納入醫保監管的重點名單 是有利於降低監管難度 消除監管的灰色地帶,進一步維護醫療和醫保 這兩方面的安全和制度 今集的東網點評時間來到這裡,多謝收看